民生实事项目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最直接、最现实的民生问题,也是政府的民心工程。 2021年,铁岭市在教育、医疗等方面都晒出了亮丽的成绩单,切实回应百姓所思所想和热切期盼,也为今年的民生实事项目稳固发展,奠定了基础。 2021年7月24号,自双检工作提出后,铁岭市高度重视双检工作,全面落实双检任务,把双检作为重要民生工程,纳入铁岭市签名干部百项攻坚行动,扎实推进校内减负提制和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。 双检成为铁岭市本年度最受群众欢迎时事之一。 在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上,我们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,通过不断的谋课、严课、互听互学,想40分钟要治疗,真正让我们的孩子五欲并举,全面发展。 据了解,铁岭市开展双检工作以来,大力整治校外培训机构,原有的269家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部关停。 同时,铁岭市教育系统对全市各所学校进行了减负提制工作。 分三期对全市中小学校长进行双检政策全员专题培训,做好校内减负提制,全面提高学生作业管理水平和课后服务水平,加强师资培训,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。 同教育工作一样,医疗问题也备受群众关注。 在铁岭市医保部门的努力下,2021年已完成基本医保市级统筹工作,取消市域内跨县区转诊限制。 参保人可以在全市2653家定点医药机构中,自由选择就医购药,无需办理转诊转院手续,且报销比例不降低。 全市所有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,70%以上定点药房开通了医保电子凭证,开通了市医保局微信公众号。 进一步完善了信息查询、医保缴费等功能,极大方便了群众就医用药。 今年,铁岭市把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工作,列为八件重点民生实施之一。 目前,相关部门下发了工作方案,取消100元起伏限。 高血压糖尿病用药报销年最高限额分别提高到300元、500元。